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我还要早 你说唐博士容不容易 不容易啊 真是 我们要感谢这个 3CW给我们创造这个 在悉尼就没有这样的电台 本来我们是想在悉尼也做同样的电台 但是因为他们的电台 需要买一个收音机才能听到 不能直接听到 好了 正式开始 那我本人呢 是01年来澳洲的 今年是18岁来 今年36岁了 本命年今年是 所以我做事非常小心 大家也不要请我吃龙虾了 活鱼我也不敢杀 反正今年是本命年天天要穿红裤子 迷不迷信?迷信的 做我们这行就要迷信 对不对? 越做到这个越迷信 像我在CROWN从来不进去的 我也不买CROWN的股票 为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 CROWN的风水是墓碑风水 墓碑风水 真的 这个一点都不骗大家 前面的喷火是上香 上香 你想 你每天是去墓碑里面给它送钱 你怎么可能赚钱 它这个风水是日本风水大师给它设计的 每天晚上是喷火上香 绝不可能赢钱 所以对于这个行业 当然了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有的是迷信 封建迷信 但是嘛 你去赌博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事情 你再不封建迷信一点 是不是? 这个 好了 这是题外话 我是07年 奇兰威尔士毕业的 你看 18岁就来澳洲 现在还这么迷信 为什么呢? 不幸从事了金融行业 从事金融行业越多 因为市场不可控 未来不可预测 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心理的寄托 寄托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是不是? 好了 10年呢 我跳槽 从悉尼跳槽到了墨尔本 在IG做了5年 15年呢 创立了GoMarkets的中文部 现在我们中文部有9位同事 非常 刚才Jacky刚才他也说到 非常的厉害 我们也希望我们整体团队都非常厉害 好 现在这是开始我们的部分 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这是四个公司 第一 闭合闭陀 第二 澳洲电讯 第三 ARP支付 第四 AR牛奶 这个四个公司 是我过去一年中 重点推荐过500次的公司 在座的各位 买了这四个公司其中一个的 举一下手 很多 好 先举战 我要拍照里纪念一下 等一下一个一个找你们吃饭 好不好 一个一个请客吃饭 赚了钱不要想逃 我跟你说 赚了钱一定要分享 但是呢 第一部分讲的 不是成功 是我的失败案例 JK你这个要学一下 一开始我们讲 调动气氛之后 反一反 失败案例 好了 这个红色 就是我失败的 这是去年十一月到现在 我一共推荐过的股票 广播上 论坛上 文章中 推荐过的 必合必拖 澳洲电讯 AR牛奶 AMP Afterpay Goodman Group 国民银行 Dexus 贝拉美 在这几个公司中 我少了一个LRC LRC我也是亏的 LRC不是我推荐的 是Jacky推荐的 我一共亏了 一共亏了是三个公司 一去年的AMP 亏了三分之一 而且是买入第二天 亏20% 买入第二天 我记得很清楚 亏20% 我在电台里说 大家可以抄我的底 结果抄了以后 它还往下跌 而且我们公司 还在AMP的大楼 我很生气 我准备到顶楼去 本来是骂他一阵 后来香港 怕他把我们赶出去 好 红色的 还有贝拉美 贝拉美也是一样 四月份拿到了小牌照 但是他没有拿到大牌照 但是不幸的是 五六月份 中国发改委出了新闻 要求提高国产牛奶市场占有率 然后呢 他其实就是变相的是 希望进口牛奶的市场降低 会给你的牌照申请 给他的牌照申请 带来阻力 所以现在大家不确定 他的大牌照能不能下 什么叫大牌照 什么叫小牌照呢 小牌照它有一家分厂 它的产量可能只有一万吨 两万吨 大牌照是它的主厂 它可以生产十万吨 十五万吨 所以小牌照呢 它的产量有限 它的销量就不能完全上去 所以呢 贝拉美主要原因 当时下跌 一 发改委出文章 第二 现在的大牌照 不一定能下 这个是Jacky和Coco推荐的股票 Cose二月份推荐非常好 LIC Jackie三月份推荐 所有的人都赚钱 然后我在顶部买入 我真的在顶部买入 等一下给大家看我现在的股票的清单 我们实打实地全部拿出来 我在顶部三块零六分买入 第二天下跌 第三天下跌 第四天下跌 然后我问Jacky 你怎么推荐的 然后他说我三月就推荐了老板 这真的不能怪我 然后我很生气 我怎么被扣他奖金 我亏多少钱你给我补回来 开个玩笑 AMC Coco推荐的 AMC做的是什么 奶粉包装 贝拉美包装 Swiss包装 只要这些东西卖得多 它的包装也卖得多 Newcrest Mining 澳洲最大的金矿公司 刚才Jacky已经说过了 现在的金价 有可能美国和伊朗要有摩擦 一旦有摩擦 黄金就上涨 现在的金价价格是全年最高 Bingo垃圾回收 五月Jacky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东南亚包括中国马来西亚 已经拒绝接受澳大利亚海运出去的垃圾 所以澳大利亚很多垃圾 必须在本国内地内部消化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挖更多的垃圾填埋场 现在垃圾里面的龙头企业就是Bingo 那么我为什么会看好推荐这些企业呢 我买股票有几个因素要参考 第一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在广播中说到 澳洲电讯在前六个月 5G是垄断 国民银行四大银行之一 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 币核必拖 澳大利亚所有的矿 几乎好的矿都在他手里 第二 那就是我买股票呢 就是跟其他同类相似 但是赚的钱差不多 但他股价低 比如说国民银行 四大银行中 CBA市场战略最高 第二就是YSPAC 第三是国民银行 第四才是ANZ 现在ANZ的股价 反而超过了国民银行 这就是不合理 而且国民银行没有削减股息 而且呢 他这个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好了 包括COS超市也是一样 第三 是否有稳定增长的客户群体 比如说奶粉 中国还有很多的客户 5G 现在 我自己用的就是5G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我觉得Telstra坑了我很多钱 这个 我用的是5G 而且还是OPPO 我老婆说我这是民工品牌 我告诉她 这是1500二元的OPPO 这不是200块钱的OPPO 这个是 第二款 第一款是三星5G 第二款就是中国的OPPO 5G 但是这个实际上大部分 CBD大部分地区 我能看到5G的几率 可能不到十分之一 大部分还是4G 好了 对于未来第四点就是 澳洲或者世界有没有发展 比如说垃圾回收 垃圾会越来越多 人口会越来越多 电动汽车 2025年或2030年 日本欧洲 包括中国未来都会提出 禁止燃油汽油车的销售 也就是强迫汽车企业 到那个时间点之后 只能生产电动车 所以很多磊矿股 电池股 在过去两年上涨很多 但是跌得很快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 还是很低 2030年距离现在还有十年时间 还有十年时间 我们现在买入 你真的要准备拿十年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 为什么会在这三个股票上失败 第一就是AMP 当时买AMP的原因 它从四块多掉到三块 从五块多掉到三块多 掉了百分之四十 那我以为呢 坏消息已经结束了 那我就想进场抄底 而且它在当时的走势 也走出反弹了 但是没想到 这绝对是叫呢 扶不起的阿斗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这个AMP呢 股价从我买入三块二 三块三之后 就一直跌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现在 所以呢 我很生气 割肉了 我割肉了 我亏了百分之三十 换成的是afterpay 在二十一块钱买入了 二十七块钱卖掉 但是还是有一点小亏 因为我是 比如说大家算一笔账吧 我一万块钱进 七千块钱出为AMP 我把七千投到afterpay里面 就算赚了百分之三十 我还要亏百分之十 只有九千块拿出来 所以这是小亏 第二被拉美 小牌照到手之后 到手之后我杀进去了 股价呢 当时大涨最高 没想到发改违法政策 鼓励国产牛奶 限制进口牛奶 导致呢 大家会担心 它大牌照能不能下来 那目前呢 我是进了三分之一仓位 亏损百分之二十 LYC Jacky推荐了 由一块五开始推荐 一直在等待 一直呢 到了这个中美 非常紧张了 中国发表声明 限制稀图出口 同时呢 马来西亚战队 表态 站在美国这边 之前我们知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 马来西亚上一任总理 是清华派 清华派 后来呢 现在的八十多岁的老总理 马哈蒂尔上台之后 把新总理抄了个家 抄了个家 家里抄出来很多美金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马哈蒂尔 是一个清美派 所以LYC 命运发生重大变化 LYC 是目前全世界 除了中国以外 没有受到中资影响的 稀土出口企业 最大的 这是美国 必须要 在去 如果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之后 它从哪里拿到稀土 LYC 是一个主要的通道 所以说 现在 LYC价格因为比较高嘛 从三块钱下来一下 如果第二次再上 再上三块钱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 关键呢 是等下个星期 在日本召开的G20峰会 看他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但是呢 美国人不会那么傻 不管达不达成协议 他都会开始留后手了 都会开始留后手 所以失败的经验总结 第一 一定要维持冷静的心态 不要让贪婪冲昏你的头脑 也让 我也是被贪婪冲昏了我的头脑 跌了很多 不错 杀进去 结果它再跌 所以一定要等它 开始出好消息了 再买 这样虽然赚的少 但是稳 赚的少 但是稳 比如说AMP 它缺乏核心竞争力 客户在流失 但是未来市场不确定 所以它就算再便宜 我个人来看 现在其实也不应该买 那么除非它真的便宜到几毛钱 那我再考虑 就像当时07年 金融危机当时的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的股价 从几十美金掉到八毛钱 八毛钱差一点破产 那当时我们就在想 赌了一把 花旗银行其实代表的就是 美国的门面 几百年前就有花旗银行 他说花旗银行你觉得它会不会倒 我觉得不会倒 所以当时我在一块钱的时候进场 但是我两块钱就卖掉 结果它涨回到二十多块 这个不许说它 我们不能老是想 如果LIC竞争力很明显 客户潜力很大 政策面很好 但是价格上涨太快 它从一块五涨到三块钱 翻了个倍 其实三块钱 我急了一点 不应该马上杀进去 因为当时我在想 天天涨天天涨 我再不杀进去 那以后就可以说 老板你看 涨两倍了 你买了没有 没买 那我很丢脸 那我你看 买了 你亏了吧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LIC是我第二大失误 那第三呢就是贝拉美 贝拉美之前我跟大家在四月份 三月份的讲座中说过 它跟A2相比 它的竞争力不如A2 它毕竟它的口号是Organic 我跟大家说 在澳大利亚就没有不Organic的牛 全都是Organic的 澳大利亚的牛都是放养的 没有栅栏牛 所以说它这个Organic牛奶 有一点 有一点 这个不对 这个宣传不对 潜在客户很大 因为贝拉美当时说 它要面对的差异化竞争 打三四线城市 打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它不打一线 不打二线 但是由于发改委的政策 限制了进口牛奶 所以没有想到 而且大牌照目前没下来 所以股价低20% 但是我还没有卖 我还没有卖 这个叫人算不人天算 不能有怨言 好了 第二部分 如何寻找机会 刚才这个 我们国会议员Gladys跟大家说到 自由党上台之后 有一些政策 特别是在房地产上面 会有利好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自由党采取的是小政府 少开支 少福利 少税收 它有利于的呢 第一是纳税人 第二是中小企业 那工党呢 它提出的意见呢 实际上是一个大政府 大开支 大福利 所以它针对的选民人群 是不一样的 那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 咱们手里有钱肯定是去投资股票 而不是去享受 做的那边不动 所以这个两个党的政策 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 经济层面 首先要说的是 澳大利亚现在经济并不好 消费是疲软的 咱们如果开零售店 不管是开这个衣服店也好 或者是两元超市店也好 或者是任何的零售业 现在都是疲软 汽车销量下降 豪车我看到朋友圈里面 豪车他们几个销售 天天在发朋友圈 周末也上班 7天上班 现在宝马奔驰是7天上班 房价下跌可能会放缓 我看到星期六 昨天的票卖率非常好 好像达到了70多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signal 我们说的一个信号 但是实际的失业率 现在不是太好 实际失业率是比较高的 很多你只要一个星期打两个小时的工 你就不算失业了 这实际上是不对的 按照政府的统计 只要打两个小时的工 你就不算失业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这个 只能算是部分就业 或者是勉强维持生计 它的实际失业率还是升上很快 好了 重点第三层跟大家说一次 澳大利亚 包括西方英美 只要开始降息 就绝不可能一次 绝不可能一次 降息 它就像我们吃中药一样 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中药 给你配一剂中药的 至少是六剂 十二剂 非医生我说的没错吧 对 降息也是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 就相当于我们说一贴药一样 一贴方子一样 它不可能只降一次 它一降至少是三次 甚至于四次 所以现在1.25未来至少还有 我个人猜测至少有两次 经济如果不好 那就是三次 降息还要再降 降了息有什么好处 房地产恢复 股价上涨 所以这个降息只要继续降 股市就继续涨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基本的原理 所以在投资层面 降息刺激的不仅仅是经济 更多的是股市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经济这么不好 为什么它的股市还在创新高 11年新高 币和币拖到40多块钱了 银行股也回来了 凭什么呢 经济没有那么好啊 就是因为它在降息 我给大家讲一个基本原理 假设这个东西我们假设值10块钱 值10块美金吧 美金属于一个中间货币 澳大利亚降息 澳元是不是要跌 对吧 澳元跌了以后 澳洲的股票本身是10澳元的股票 现在换成美金可能就值 本来值8块钱 现在只值7块钱 这个公司实际上 盈利能力是不变的 但它实际价值 转换成美金之后再下跌 这个时候 国际的投资者 包括本地的一些养老金 就会进场 因为这个公司盈利能力 每年还能赚这么多钱 但它实际的价值换成美金 下跌了10%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进去托盘 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 所以未来12个月澳洲还会降息 股市继续会得到强力的支撑 那么有很多 我这个是三四月份说过的 今天有很多第一次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澳大利亚做股票到底是短期好 还是长期好 我们知道中国股市是以散户为主 90%以上是散户 所以散户的心态 大部分都比较急功近利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 赚到最多的钱 最好今天买入股票 明天涨停 后天涨停 一卖掉之后就跌停 这个心态就是散户心态 实际上我们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一定要是众人食柴火焰高 这个市场里面 只有大家共同买入 共同参与股价才能上涨 你不要我 我先逃掉 你在里面套住 我很开心 这种心态不好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赚钱是不用交税的 中国买股票 老鼠仓 盈利不交税 我有一个客户 他是阿德雷德的 今天不在我可以说 他是徐祥 宁波敢死队的队员之一 宁波敢死队大家知道吧 中国股市只要做过中国股市的 一定知道中国股市的私 散户老大 其实是徐祥 宁波敢死队 他们是在上海和宁波 还有杭州 长三角一带 他是里面的队员之一 但是他不太贪心 赚了两亿人民币之后 就撤了 然后移民到阿德雷德 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 一个人住着 因为他是我们的客户 他跟我说了 他还是有很大的 他们现在还在做A股 但是相对低调了很多很多 毕竟他们的老大被抓了嘛 是不是 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 你赚了很多的钱 其实是股票是不交个人所得税的 他是收印花税 但是呢 这就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散户都被庄家和操盘手 割盘割掉了 所以大部分呢 变成了散户是亏钱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 到了澳洲炒股少呢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一个语言问题 毕竟呢 像ComSec Nab 或者是YSPEC 他们的平台都是英文的 打过去电话 也是英文的 所以说起来很麻烦 公司报表也是英文的 然后操作界面呢 这些也都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所以说相对来说呢 在澳大利亚 为什么不炒股呢 语言问题 操作问题 沟通 还有最后一点波动 很多人觉得呢 我打过去问这个 李先生 你为什么在中国买很多股票 澳洲不买 他说澳洲股票每天都不动 只有1% 2% 太无聊了 这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如果关注一下 比如说Afterpay LYC BIN 这种公司 是不是 保证让你每天心情很激动 很激动 好了 所以澳洲股票的大体上特点就是呢 持有时间比较长 日均幅度比较小 大部分公司 赚钱要交税 这个是一定的 特别是大的钱投在股市里边 你大的钱进出 税务局都会留下记录 正是因为要交税 所以很多的人买的是什么 蓝筹 既有 高股息 像银行的派方的股息 每年5%到7%不等 是免税的 准确的说个人买是免税的 各公司是要交的 它有一个叫做franking credit 是可以用个人所得税抵扣的 所以每年7%的这个利息 可以净拿到手 银行股 那么我怎么知道我该买什么呢 你说的这么好 是不是 我们再继续看 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那我看什么呢 我看那些有钱人往哪边走 我往哪边走 国内的首富 大马先生和小马先生 Pony马 这个是小马 马云 不对 Pony马是马化腾 大马是马云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选择的方向 首先就是电动汽车 恒大 比亚迪 选的是电动汽车 芯片 那不用说 那就是华为 大数据集成 阿里腾讯 包括海刊威视 选的都是大数据集成 所以这三点 是目前中国 国策上定的 未来主力发展方向 电动汽车 弯道超车 芯片科技 打破美国统垄断 和数据集成 那么这个是国内 那澳洲呢 澳洲的首富 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老板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首先来看老大 闭合闭托选的是 他也是明确说到 预计未来电动汽车 原料 原材料 会成为主流 因此在选择上 可以选择铜 我们知道电线都是靠铜 镍 镍电池 铃 铃电池 但是 由于现在电动车销量 还不是很多 所以闭合闭托 暂时 考虑的更保守 选择在铜上面 加码 但他同时已经开始 保留 镍矿 和 铃矿的开采 他准备随时上马 West Farmers 不是 西部农业 西部农业 大家可能没听说过 这个公司 Bundings 大家都知道 五金的公司 Bundings 和Coast的母公司 就是西部农业 西部农业 目前也是在战略转型 一开始提出要收购LIC 失败了 但是把LIC的股价 从1块5 推上至2块2毛钱 第二 提出收购Catch 网上购物的公司 成功了 但同时 他在进军 离电池 离电池 他也是选择了电动汽车 AGL 我们用的电力和煤气公司 提出收购 澳大利亚第四大电信板块 失败 那个公司命运比较坎坷 之前有个瑞士公司 也要买它 后来劲爆 估计查出来什么不好 不要 AGL也去查 查了一遍 也发现什么问题 也不要 所以我们看到Volkas的股价 是上上下下 Volkas可能大家没听过 下面有一只肥肥的鸟 Dodo Dodo大家都知道 什么Dodo Internet 还有电力 兜兜煤气 打的就是低价 还有一个是iPremise 这个也是打的是 National Broadband 就是国家通讯计划里面 但是 电信 我觉得 是5G旗下 另外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 第三就是Coast超市了 Coast超市 我们看它选择的方向是什么 选择第一 提高智能化销售 降低人工成本 降低人工参与比例 第二 提高卖给中国的比例 这个我很喜欢 我们看一下 同类的卖给中国的有谁 奔富 是不是 A2 贝拉美 Black Mall 股价都是至少往三五倍走 多的时候是十几倍 那我们知道Coast不可能翻十几倍 因为它盘子太大 但它只要后面的财报 显示卖给中国的比例能够增加 它的股价就一定能够上涨 一定能够上涨 好了 那么这个是啥 除了梦想之外 还有之前被嫌弃的板块 就刚才说的是未来五年十年的板块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些被嫌弃的 比如说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 房地产下跌 银行股下跌 房地产反弹 银行股反弹 所以地产和银行是在过去两年中 被大家股市嫌弃的板块 但是呢 真的有那么差吗 银行股来分析一下 联邦银行CBA年花利率5.4% 西太平洋6.7% 澳新5.7% 国民银行6.7% 昆盛银行7.5% 年化股息派发利率 免税 高不高 很高 但是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股价是不是在下跌 股价如果继续跌 那还是不能买了 那么在这些银行中 我个人最喜欢的 我也不知道 随便抛一个硬币吧 大家开玩笑了 这个我们不能瞎猜 既然大家星期天来了 我们就抛一点硬货 希望大家以后呢 赚了钱 能够在我们这里买 一定要在我们这里买哦 要不然下次我就不告诉你了 下次我就说到这里 这么多银行学哪家好 下面插播广告 如果你想知道 请在周一致电8658 0602 和8658 0603 来 抽奖 开始 今天我们说一下 我挑选银行股的原则 三大原则 第一核心竞争力 第二股息回报 第三图形走势 第三图形走势 说了那么多 到底是谁呢 National Bank Macquarie 还有Bendigo National Bank 四大银行之一 盈利比ANZ好 股价比ANZ低 下跌太多了 为什么下跌那么多 因为他自己太嘚瑟了 在皇家委员会报告出来之后 他的CEO 还非常拽的 说 那我们就随便改改了 过个场就可以了 然后 就被皇家委员会通报 全奥批评 被逼下台 董事长同样也被下台 董事长和总经理 全部下台 是因为他股公司受到重大挫折吗 不是 是有坏的消息吗 不是 只是因为不尊重 皇家委员会报告 所以说他的下跌 我觉得 这个跌得太多了 Macquarie 麦考里银行 是澳大利亚唯一的 上市投行 他不是普通银行 他也做普通银行业务 但他做的是高端客户 投行是什么意思呢 投行就是 他会主动参与市场的交易 他会用银行自己的钱 买股票 买黄金 买石油 买基金 他会自己去买 CBA不会 National Bank这些也不会 只有投行 可以用自己银行的钱 去参与交易 所以只要市场大涨 或者大跌 Macquarie都可以赚钱 只要有大的波动 Macquarie就赚钱 而且今年我们看 有这么多的兼并收购 Westfarmers买这个买那个 PHP买这个买那个 是不是 AGL也要买这些 只要有兼并收购 他就能赚钱 所以 Macquarie是我们挑选的 另一个选择之一 第三 Bandigo 为什么选Bandigo呢 它是银行的第二梯队 叫做地区性银行 四大银行以外 就是地区性银行 包括昆士兰和Bandigo的全称 叫Bandigo和阿德雷德银行 那我选择它的主要原因 第一它的母公司不会倒 它是西太平银行下属子公司 它的母公司是西太平银行 第二 我们看它后面的图形走势 Bandigo银行 过去两年的走势图 现在突破上涨 而且 这个是图形 而且我看看 这个利息 股息 股息多少 股息 6.08 也不错 股息好 走势好 再加上背靠WestPAC 这三点 让我能够推荐这个小银行 小银行 所以呢 银行股里面有三个选择 四大银行 选一个 Macari选一个 中小的选一个 这样的话呢 相对比较平衡 第三部分 地产板块回顾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要讲的 再快一些 那我们知道 那2019年5月4号 那我们曾经在讲座中 重点讲到地产板块 分为了开发商 材料供应商 买卖中介 房屋网 房屋的realstate.com 大型商场写字楼 商业板块 以及什么 酒店 这些板块各有相对应的公司 上市公司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 20年中 上涨最快的呢 并不是开发商 也不是材料商 而是什么 而是realstate.com 他在19年时间上涨接近于100倍 所以说明呢 这个网上销售 成本少 利润大 这个只要挂牌的房子越来越多 他就能赚钱 所以大家猜一下 我们这是一样 过去三年下跌最多的是中介 地产中介股 McGrace一块两毛钱 跌到两毛五分钱 下跌80% 那么在过去三年中 上涨最多的呢 除了realstate realstate过去三年 其实没怎么涨 上涨最多的第一个 是goodman group GMG 我们在5月 这是我们5月3号的换灯片 5月3日讲座的时候 当时推荐是13块一毛五 13块一毛五 他主要做的业务呢 是综合的商业工业仓库物流 这个是过去两年 涨的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再看一下刚才的股价 5月3日1315 现在6月20日周四收盘14.90 一个半月时间涨幅13% GMG 第二 Texas 5月3日收盘1241 现在收盘13.61 一个半月涨幅9.6% 他是做什么的呢 做的是主要是商业地产开发 Colin Street 60号和80号都被他买下了 准备重新开发 做5A级的鞋子楼 所以这个我们总结的是什么呢 民用地产在过去下跌 但是商业写字楼 酒店和工业地产依然强劲 商场的价值在下跌 因为流水在减少 消费在降低 所以商场的估值在下降 什么是商场 Chaston Shopping Center 还有什么呢 Glenn Waverley和Box Hill 都属于一家公司 叫Velocity 叫V那个什么 Vacinity 他也是上市公司 他们两家的股价 都在下跌 主要是因为流水使得 店铺的价值在下降 地产影响最大 那么地产板块的选择 会是什么呢 第一 工业地产GMG强劲增长 第二 商业写字楼稳定回报 第三 如果未来拍卖率继续好 那Real Estate 必定反弹更强劲 现在实际上 涨势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REA Real Estate.com 不管是卖房 买房还是租房 都要上的网站 垄断了 这又是一个垄断 Domain根本比不过他 好了 第四部分我们来推 看一下今年过往 推荐股票的回顾 主要就是刚才说到的 澳洲电信 闭合必拖 Afterpay和A2牛奶 澳洲电信核心就是5G 5G 因为华为出局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现在 你想用5G只有用爱立信 爱立信的设备 所以澳洲电信呢 使用了爱立信的设备 使得现在它第一个 接通了5G网络 会在前六个月价格非常贵 同样的手机 4G大概三星是75块钱一个月 5G现在是130澳元一个月 暴力啊 但是5G呢很赚钱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信号也不是怎么的好用 那么但是不影响它赚钱 18年12月到现在 累计上涨41% 非常疯狂啊 Telstra Telstra不是AR Telstra是澳大利亚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 非常非常大 它上涨40% 应该说是很难得的 但是我要说一点的是 看我第三点 现在的价格是处在过去四年 下跌趋势中的关键线上 这个应该说 我这么说吧 我上个星期五 我卖掉了三分之一的Telstra 留了三分之二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跌 小回谈 小回调 涨了太快 太多 涨了40%了 从去年12月到现在 涨太快了 避合避拖 历史最高 07年金融危机之前 45澳元 当前价格 好像已经突破40 41了 这星期四的时候 收盘 40块7毛3 我觉得 有点悬 因为它 就算到历史最高 只有10%的上升空间 好 10%的上升空间 但是这是一个好股票 是个好股票 如果以后电动汽车越来越多 BHP会转型做涅矿 做离矿 那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买 依然可以买 Afterpay 也说过最火的金融科技 最火的金融科技 目前的市场占有率是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的Zip 我也是仔细研究过 发现还是排名第一的更赚钱 目前已经扩张到了英国和美国 股价呢 是这个 它在月初 发布公告 以21.75澳元 融资3亿澳币 融资3亿澳币 所以它的股价呢 从27 28块7 回调30% 打在20.02上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星期一的广播中 公开推荐的 是不是 30% 我自己是买了 我自己买了 一会儿我给大家看 我买股票的清单 我买了Afterpay 之前在27块钱卖掉 我在这个星期一 20块08分 209分的时候买入 到现在为止 就赚了15% 所以很多时候 当一个好的东西下跌30%的时候 比如说石油 比如说Afterpay 如果BGP也能跌30% 我绝对会大资金进入 只要它还 公司的结构没有发生改变 不是因为欠钱 不是因为倒闭这些问题 只是因为莫名其妙的下跌或者融资 那就是可以进 A2 A2是另外一个 我长期推荐 但是现在我不是很建议 为什么呢 它是好股票 很赚钱 但是涨太多 第一涨太多 第二 现在是下跌趋势中 第三 中国发改委的那个文件 还是大家现在还不确定 它未来会对进口牛奶产生多大的限制 那么如果它用其他的政策命令限制进口 或者你清关的时候给你拖两三个月 会对它的销量产生很大影响 所以A2牛奶如果我们赚了钱 可以考虑盈利卖掉 它除非重新上涨到15块以上 再考虑 现在价格大约是13块5毛钱 好了我们介绍一下股票以外的产品 第一就是石油 为什么选石油 我们知道石油的涨跌幅会很大 30%到40%之多 但是呢 由于油它并不像一个公司 它不会倒闭 我们所有的汽车都要用油 而且更重要的是 现在伊朗事件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张 差一点就要导弹发过去了 前十分钟特朗普宣布取消 如果这个导弹打过去 那么油价和黄金就涨上天 如果伊朗说 你打我行 我封锁那个海峡 哇 那就不得了了 那油价可就真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看到石油的价格 走势在过去的一中时间 从51涨了10%到56% 主要就是重点关注的是伊朗和美国的 潜在的局部战争 潜在局部战争 这个两艘油轮被炸 然后呢一架无人机被打下来 但是美国这次呢 还是很收手的 没有发射导弹 我估计主要原因就是下周 在日本召开的G20峰会 一旦打了之后 那和中国和俄罗斯谈判 谈起来就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先克制住 因为他毕竟也想 这个特朗普一直宣称自己的政绩是什么 拉动美国股市 所以战争会让美国股市可能会下跌 所以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呢其实他也是在造福我们的股民 美国好澳洲股市也会好 但是他政治观点我们并不赞同 所以美国和伊朗如果开始发生打仗 那么黄金和黄金股都会上涨 左边是金价 我们看到已经涨过了2015年的最高价 现在是四年最高 已经超过了那个之前的三个点 右边这张图就是 New Quest Mining NCM NCM股价在四月到现在 从26块钱涨到32 涨幅是6块钱 再除以26大约是25% 25%非常之厉害 好了最后广告时间 为什么选择go markets 说中文费用低能赚钱 这个我们最简单 我们走的一直就是通俗路线 说中文费用低能赚钱 是不是呢 多少费用10块钱啊 外汇交易6块钱啊 水原油6分钱 这些都是小钱 只有大家经常做 身边的朋友也来到我们这做 我们才有赚钱 做一次两次 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 但是我们赚不到什么钱 啊 所以手续费多一块少一块 不是什么太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推荐准能赚钱 才是硬道理啊 黑猫白猫 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0块手续费 20块手续费 无所谓 能够推荐lyc 让老板套住 这是很大的问题 好了 这是我本人一个10万块钱股票账户 上周五收盘的情况 是不是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6嘛 对不对 首先 Afterpay 星期一进场 7000块钱 我本来想赚 进场2万 我是333进场原则 每次进场三分之一 333 6000 好像是6000块钱 赚了1000块钱 小钱赚16.44% 没说错吧 BHP 3万块钱的仓位削减到1万 赚的是48.46% 我是从去年20多块钱进场 拿到现在的 Cose 也是赚的 赚的少一点 2.5% 因为我进场比较近 CBA 我一直拿着 之前亏现在赚 因为银行股回来了 Dexas 是亏钱的 但是亏的比较少 2%因为是最近进场 Goodman Group 也就是刚才我们推荐的 什么仓库工业写字楼 赚2.52% 还有什么 LIC Jacky 让老板套住13.55% 是不是 套的最多的就是LIC 6000块钱 亏800块 Macory Bank 我自己也喜欢 进场赚14.3% National Bank 进场 刚刚进场不久 现在是打平手 赚0.7% Telstra 3万块钱仓位 削减三分之一 现在是2万一 赚20% 我说的股票 我都买的 我说的 我都买了 A2牛奶 3万块钱仓位 削减到6000 赚多少 赚多少 57.7% 是不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 有的时候 大家看老外的股评 哎呀 这个我说的对 那个说的错 你让他把东西拿出来 你把你买的股票拿出来看一下 你赚多少钱 我才相信你 而你说你赚一倍 我鬼相信啊 你拉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 我们A2什么时候推荐 我赚多少 一目了然 一清二楚 所以说大家希望 我重点买的 比如说我看了一下 我现在重点买的是什么 BHP还有一万块钱 这个对于很多在座来说都是小钱啊 但是我是买的多了一点啊 就Mercory我还有比较一万多 相比百分比啊 我们以百分比算 Mercory National Bank Telstra 这些是属于较重的仓位啊 轻一点的仓位 那么就是六七千块钱 因为我打算是进两万块钱的仓位 我是333进场原则啊 要么是最终是进一万 或者进两万 这样比较好计算 所以目前我重点压宝 压的就是 National Bank Mercory 还有什么呢 还有Telstra 这几个是我重点压宝 压在上面 好了 最后呢 我自己写了一句打油诗 这个Gold Markets 叫 物美价廉 服务好 赢多亏少 推荐准 莫愁前路无知己 赚钱再烟 把酒欢 好了 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相信我们推荐一些股票 大家也都拍下来了 如果想拿到这个PPT呢 下周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么在大家的袋子里面呢 都有一个叫做返汇表 请大家填写一下返汇表 参与之后的抽奖 包括呢 想自己选哪一个 写在上面 那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 跟您联系的时候 就会写出 跟您根据您的要求 来回答你的股票的建议 那请大家抽奖之后呢 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接着我们就开始 抽第一轮的奖品 接下来呢 是Olicapital 和六央financial 接下来的更多奥股的咨询